现在好了吗 PDD这个ID呢 大家都以为是胖弟弟 实际上不是的 他最早的意思是拼到底 因为是我最早打职业 我去拉个屎 你们看一下 然后后来是因为在一个全职英雄 太激发 女神了 然后里面有一个妹子 你看这个职业选手胖胖的 然后年纪又挺年轻的 然后就叫他胖弟弟吧 然后就流行下来了 然后就叫成胖弟弟 我还要把我放在这里折磨我 被误解了ID含义的PDD 带着不在意的憨厚表情 走进了这一期的 什么叫不在意的憨厚表情 我憨他妈的憨皮 哎呦这个视频拍的好玩啊 哎呦 为什么那个视频拍的也这样 什么大牛排 然后无穷鸡腿 无穷鸡腿是什么东西 哇我心态崩了呀 其实是两天吃的 但是那个猪排 我心态崩了 然后两天摄五块 简直好吃 哇很难受 肉食主义的 每次鸡翅一出都是秒杀 最多五分钟才没 可以 很鸡巴恐怖 我最胖的时候 就现在这么怕 具体就是我们的暂时保密 不过可以透露一下 大概的就是很重 把吃作为人生一大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说话声音听的好鸡巴怪怪的 很满足的大快作为 然而还是有一些 不那么开心的事情 这次S2最先就是输给M5的时候 就是输掉的那瞬间 当时整个心都灰掉了 灰掉了 当时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希望赢的 觉得这样都输掉了太可惜了 但是就是转眼之间 就难受了大概一天 然后第二天之后就想好了 就觉得我们找出了跟这种 世界顶级队伍的一些差距 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修复它 去把它变得 把这个差距离变得没有 去缩短 然后就觉得要好一些了 其实差距的话就是 像我就是说其他队伍 就我们IC的话 差距最大的就是在于 反对协作吧 就每个人都缺一点东西 就怎么样正确的玩游戏 可以 我们把一个人的指挥 这个东西看得太重了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这样的 而是大家都知道 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打 哇好鸡巴羞涩啊 看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打Zubu Frost 在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 我们队友四个都死光了 然后只剩我一个人 当时我还在跑 当时那把用黄子 把他们恶心到了 最后就这样爆出头了 为什么我嘴里像 吞了一坨粪一样在说话 我还希望下跌 他就这样可以过来打 为什么我说话的时候 嘴里像 吃了一坨屎在说话 口齿不清 哇 他也鸡巴傻逼了 啊 我怎么会有 这种动作 哇 啊 这次去浪漫机的话 拍照到就看了 就我个人看了不少 特别在环球影城那边 今天第一次去美国 这样的城市 看到很多东西 中国被一样的场景 挺惊讶的 哇 我心太崩了 失去了失败的经验后 PDD相信 IG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作为一支五人战队 PDD和队友之间 我为什么会拍 哇 哇 真的好几巴尴尬啊 哎呦我真的不行了 我要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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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尷尬的 还在讨论的时候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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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对在一起讨论 就各输几件嘛 比如说这一件 啊你一个人固执觉得很大好 我们四个都觉得 哇 大家当时都好年轻啊 就争吵再一点也没关系 就我们队伍 就队员内部关系 其实上是非常机有的 比如说啊 在这儿玩游戏 或者说自己在这儿玩游戏 或者说自己在这儿玩游戏 冒险岛可以 自己玩的时候 就可以听着狗血淋潮 那队员玩的时候 然后就集结大家一起去 听着狗血淋潮 带着玩笑信剧的剔斗大会 真的 芳芙蓉头发好鸡巴多啊 那个时候 那么被称为国服第一上单 滴滴滴有什么独到的上单心得 可以跟广大的玩家们分享呢 可以 其实给你们个信息 我很多上比赛的英雄 并没有打很多把 这个地方是为了让 看这个视频的人觉得我很勤奋 所以说故意吹逼 是我打了很多把 然后我这个记得文本是在拍摄前一天 用15分钟做出来的 其实平时没有这个习惯 当时的刘某血妈虚伪 可以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是在这个拍摄前15分钟写出来的 故意显得自己好像很勤奋 很那个的样子 可以 当时血妈虚伪 当你把这些东西看在你的眼睛里面的时候 哇 你一下子想到了 很恐怖 基本上就现在主流的上单一下都玩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正在 嗯 就是说 哈哈哈 后面就不看了吧 后面的内容太结巴血腥了 嗯 嗯 他又启示 太激发恐怖了 嗯 嗯 哈哈哈 我觉得啊 PTT是谁 给你们说个心里话 这个人我 我 很熟 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他是谁了 是最激巴骚的 我等一下 我想想这个哥们是 这个哥们是谁 说真的我已经忘了这个哥们是谁了 是最激巴恐怖的 就是一样就是 是最激巴恐怖的 一些那个朋友啊 都是实际上差不多的一个孩子 那我觉得 比较有热情 比较有激情 他从北京跟随就是 这个兄弟是谁呢 进行训练 有可能要放弃很多东西 来完成自己的一个电竞梦想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们没有就是勇于跨出这一步 而PTT大做到了 他实际上是怀穿的 哇这个兄弟贼激巴 哇他的嘴疯狂驱我 哇贼恐怖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PTT在朋友的期待下 日益完善着自己的技术 而英雄联盟除了给他带来荣耀之外 东西后面的就不看了吧 说真的太激巴恐怖了 意外的惊喜 这个后面这个东西 真的就不看了吧 太激巴恐怖了 哇雪妈羞耻 哇雪妈雪妈羞耻 雪妈羞耻 雪妈羞耻 哇雪妈羞耻 雪妈羞耻 雪妈羞耻 哇哇 哎呦我真的是 哎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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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啊 死了 就是各种文字传情 然后然后慢慢日久深情 一见钟情 久而久之有情 就有情了 第一次去找我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喜欢喝味泉 出去拍 喜欢喝蛇皮 喝香油 十分人民哦 怕蛇 怕他怕得香油 哎呦 我不喝一次了 我当时 哎呦不喝 啊 哎呦 啊 嗯 他只带了 100欧 出门好像是 那边了以后 我们就是 全部给我 用来打电话 自己没有舍得吃 也没有舍得 花钱 这个是实话 雪妈苦波 打到最后 自己跟我说 你身上連 今天吃饭 吃什么 哎呦不行了 我当时也挺难过的 但是没办法 毕竟隔得太远嘛 等到回来的时候再好好补偿他吧 他说过他打职业就想把自己 我支持他 更何况说实话 英雄练过这款游戏我也会玩 有时候比如说他在训练的时候啊 比如说他在打SoloRank的时候啊 我在家的话 就是不能陪在他身边 哎呦惊了 太极巴羞耻了 也挺开心的 学妈羞耻 哎呦我真的不行了 我为什么会拍这种东西啊 哇 我真的爆炸了 谢谢小爷送的五个朋友要查 我心态崩了呀 一年过去 我跟女朋友已经一年了 心态崩了 现在已经非常能够非常轻松的把游戏和感情分开 就把工作和感情分开 然后给我最大准备是女朋友从以前一个年都不行的 你做什么事情都感觉有一层阻碍就是你的女朋友 一个字 看到的答案很急发痛苦 哇很难受 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在玩 因为我很享受这个游戏 然后其次我又是在工作 而且我又有机会享受荣耀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对我 在我22岁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份金 我觉得非常棒 哇终于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哎呦为什么还有这种镜头啊 哎呦 卧槽 真的是我心态崩了呀 哎呦 哎呦